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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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您是哪个部分呐 我是武功队的 这就是武中义 伟财富 卢大贵 武中义是伟财 什么武功队 这武中义不是咱们营长吗 对啊 我们是行程里的 行程里的 反正不管啥个说 我们都是自己认 自己认 兄弟 说句实话你说 我信啥子不啥嘛 是不是 要信就信我们自己认的 是不是 要不是你们的话 让我命当没得了 耶和云啥子 随便吩咐 我绝对不能摆那儿没疼 我小四川就得上刀才下火海 再说不止 绝对不成敌那儿没疼 帅 帅 帅帅快到我们潜伏的地方 到那里 先给帮你支架上 那太好了 谢谢 谢谢 这账要打 但是不能在田家村打 我们要提防鬼子吃了亏 回来报复田家村的百姓 绿秀文 你这么看问题 倒是有那么一点点像他们队长吗 我是正规军校毕业的 武中益那种野鹿子能跟我比 上过两天学有什么了不起的 南门队长打仗哪儿比你差 上次阻击日军部队 你不还是得乖乖听南门队长指挥吗 就是 对 就是 你不也得听我们队长的 你们还要不要听战术布置了 先听听 说得不好我不听 就两个鬼子 要不要干掉他们 我们是来找人的 不是来多张 要是惊动了七大鬼子就麻烦 能不能绕过去 绕过去就得翻山了 要多长时间 好几天了吧 跟我来 快点 走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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上 vas 走 走 我ham 快点吧 走 走 走 站住 mail ण 后 你 你 乃 那就是盘豆芽菜 有鬼子 抖起来 抖起来 抖起来的 抖起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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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豆芽 走 中文字幕 李宗盛 三虎哥 你醒醒呗 你跟这儿躺着干啥 你 你跟这儿躺着 都没人跟俺唱酸曲听了 等你好了 你 焦奶猴俩嫂子呗 新娘 来 来 新娘 奶们为了不让鬼子祸害你们田村 去给你们打鬼子 你魏大哥你可得替俺看好吗 卢大哥 你们放心 俺就是搭上条命 也会看好三虎哥的 还有你爹 虽然他是你爹 但你得防着他 俺知道 还有俺爹 卢大哥 你说 等你们打完鬼子 也带俺去参加八路行不 这你得问他们队长 这我做不了主 他批砖才行 那俺就等他回来 你当八路 你爹能同意吗 他管不了俺 大哥你别不信俺 嫁出去的姑娘泼出去的水 俺那事俺自己做主 俺是铁了心要跟你们去当八路了 谁也拦不住俺 俺爹也不成 好 我信 我信 你说 你们五队长 去给三虎哥找救命的人 咋还不回来呢 是 也不知道找我都没有 行 我知道了 给我把你走吧 五大哥 五大哥 牛宝说 郎中被几个不明身份的人 拉到个废坑洞去了 咱们还去不去找他 去 五大哥 就这一坑洞 你在这儿等我 你要自己进去啊 不长 你对这事不熟 你进去绝哪迷路 不知道郎中被什么人拉进去了 也不清楚里面的状况 进去会有危险 没关系 跟你在一起 我不怕 跟着我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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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许说 五一仗 三班的满舱 是啊 是啊 营长 自从上他打仗以后 阿门几个跟大部队打散了 阿姨温再也见不到您了 对了 营长 你这咋穿着鬼子的衣服 刚才阿克萨的一枪把你给毙了 说出来话长一会儿慢慢说 你怎么在这儿啊 这部阿门班长在这阿门的山上 救了几个附着青山的战友 班长是本地人 知道这矿上有个能制伤的狼咒 就把阿门都带到这儿来了 准备治好了伤 就带阿门去找大部队 其他人呢 同志们 五一仗来了 五一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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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报告一仗 我在三班班上 张大山 我认识你 就你们几个吗 还有两位同志 队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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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小四川 你来招呼呢 你怎么来招呼呢 你怎么会在这儿 说来我这里是太本事了 我背着那个油箱子 跟着你们走散了 我们还想回去找你们的 结果我被包安得给抓起来了 他们要强平我 行为 行为我极致勇敢 要不然的话 我们都解不透了 小四川 对的 你看吧 我都是啥子吗 没伤这骨头吧 刚要张嘴批评你 你把我的话全给堵回来了 你把你这机人就用三分 在打鬼子上也换个英雄的 这回逃不脱了吧 你注定是要当我们的包无员 还跑不跑了 保护队长 等我散号了 就等你们给给你 对了 其他战士们的伤 控制得怎么样了 矿闪的郎中 帮着处理了一下伤口 药虽然不够 但好在大伙的伤都不太严重 问题应该不大了 药不够了 是的 当这位同志智商的时候 把所有能用的药 全用完了 五大哥 要是没有药的话 你那位兄弟的伤怎么办啊 战士们先跟我回去 跟武功队会合 把那个郎中也带回去 让他先给散户看伤 快 追溯白布 快 一定要瞄准鬼子 好 先不要打伪局 大葵 一旦开战 敌人一定是误导射击 你就埋伏到那里 一定等到敌人 到了最佳位置 再扔手榴弹 千万要记住 要忍住 咱们一定要最大力度地 打击敌人 明白吗 老公 到 枪声一讲你就放煙炮 这样敌人就摸不清 我们有多少人了 我们可以迷惑他们 去吧 阿姨 您好好完成任务 行啊 小伙 终于跟咱们土拔路 学了两招 中央军不叫这个吧 我有我的答法 殷势力倒随行就势 我干嘛跟姓武的去 再说了 就他那些点子 要不是从小 跟我在私塾里 给我当半毒 他憋得出来吗 不许说咱们队长会谎 卢大贵 你是个军人 你是选择跟我斗嘴 还是服从我的指挥 那只听队长的 好 这场战斗不需要你了 走人 小家巧站了喜鹊窝 马上往外撵人啊 你胆挺肥啊 你看清楚了 这儿有一个算一个 都是咱们武功队的兄弟 你滚蛋 好 那我走 鬼子要来祸害田家村的百姓 我还不管了 李 李 李师傅 你给我站住 你 你要是敢走 我跟你说 我这铁沙掌 我拍摄你小腿我 你小子还敢威胁我 我 你小子还敢威胁我 是不是需要我 是不是 是不是 需要我就请我回去 好 说不出口啊 有一句英文叫 请 也是请我回去的意思 说 什么 扑 雷 死 不是 那 那往地雷上扑 哪又不死的 好 你 扑 雷 死 来 来 来 回来 请我回来 就要服从我的指挥 对我任何的命令 不许置疑 就这一次下不为例 一次就一次 你这样的兵啊 我还不爱戴呢 各警官位 准备战斗 没关系 怎么办 还不来 你怎么办 就来 周一 准备战斗 周一 准备战斗 打 打 张宝贵 你个混蛋 城市不足 败市有余 女儿啊 女儿啊 你听听 你听听 这强炮声震天香 说不定啥时候就打过来了 这咋弄啊 你这是要我吓死俺呢 咱还是赶尽想办法脱神吧 脱啥神呀 你俩看啊 打得好 打鬼子就得这么着 私里打 你 你想老爷爷借老单了 你爷爷说过 担子削 祸套牢 担子壮 咋黄刚 爷啊 你这话俺都听出简子了 那俺爷爷还说了呢 干两趟事做明理人 你照顾三无哥 赶你做饭去 我给你叫由继续 优优独斧 李犹人 我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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是 小心 是别爆声 你们想吓唬我们 把干 他们是要撤 追 两个岗哨 岗哨附近有巡逻队 总共十来个人 只要出其不意就能干掉他们 有药打仗 我们 我们 我们绕过去吧 绕过去得好远哪 那我绕远点 就绕远点是 终没打仗枪是 我还有一人手上了 拉啥呗 胆小鬼 哪个胆小喽 我 我说完了打去烧箱里 你都不晓得 前段时间 我们打仗的时候 我打死我五个人呢 好了 小心惊动了鬼子 绕过去是不行的 我们时间不够 只要想点办法 就能消灭他们 想 想啥子办法 你看看 我穿的是啥衣裳 你什么呀 你什么呀 你什么事 让战独 命轨 就快到了 铁姑娘 这一道 真是多谢你了 我们就在这儿告别吧 铁大当家那儿 恐怕对你不放心得很 你还是尽快回去 好让他安心啊 不是 什么意思啊 过河拆桥了 我怎么成了过河拆桥了 我陪你找了郎中 跟你打了鬼子 你现在连你兄弟 你都找着了 你就让我走 你不是过河拆桥是什么呀 那我不是那个意思 那你什么意思 铁姑娘 我们武功队现在 四处都是敌人 十分危险 你还是尽快回山寨的好 我不怕危险 我这身手 对方三五个鬼子 那根本就不在话下 你看看他那样的 他都能在武功队 我功夫比他好多了 胡大哥 我正式要求 也参加武功队 你个婆娘 参加什么武功队啊 你能认识个刮兮兮的 赶快回去 你要不要比试一下 行了 行了 铁姑娘 你要参加武功队 我当然欢迎得很 只是铁大当家的 我的事 我爹他做不了主 我爹他做不了主 铁姑娘 起来 你混蛋 这么点任务都执行不了 怎么打鬼子 你要不是自己说你自己是老兵 我都不会相信你 是 俺不好 俺看到鬼子走近了 一不留神就给点着了 一不留神 你的一不留神 我们三个队员受伤了 你再不留神 我们就得人牺牲 你要是我的兵 我第一个枪毙了你 那几个兄弟都是擦破点瓶 擦破都行了 擦破点瓶 鲁大奎 现在的药多金贵 喂三胡不就是因为没有药 现在还生死喂捕吗 三胡哥的伤谁弄的 我看最应该抢毙的就是你 我看不见 五大哥 我也不是说非得跟着你们武功队 但我作为一个中国人 跟你打鬼子 这总没问题吧 你给就通话话吧 行还是不行啊 既然铁姑娘都这么说了 我要是再不答应 就显得太不尽人情了 这样 你就跟我们回田家村 你放心 我肯定不能拖你后腿 小四川 这回你不会再跑了吧 等着 不怕了这 我 我显得是你们武功队的人了 我跟你们去打鬼子去 如果划除了这个女人的杖 他要是帮我顶倒器啊 他要打我咋办呢 你放心吧 他现在犯了错误 可能还被绑着呢 他打不了你 真的呀 那太好了 要不要怎么去 我回去啊 我去打他这个呱启启的 那以后他要是揍你 我们也不拦着 那别心 那别心 你不拦着 打到回府 田家村 走 这次收获真不错呀 这把歪霸子男先藏着 省得队长看着 这 这 眼红 那你还是先藏起来吧 武中义看见 肯定没你的份 他这个人呢 能占的便宜一定占 李修伟 不许说男队长坏话 男队长杀人难比你清楚 别逮着机会 就往男队长身上 泼脏水 男跟你说啊 这次是你带着男吗 打胜仗了 男不跟你计较 你要再说 揍你啊 就凭你 怎么着 有人来了 一闭 别开枪 别开枪 你怎么到这边来了 我碰成武中义了 他让我给你们捎个信 我就赶紧过来 走到前面听着这有枪声 我就赶紧过来了 你过来一看 你们这账打完了 啊 输国不小啊 谁可好啊 男的 子弹不多你别看了 你小子怎么也是端过我这饭碗呢 你咋这么小去 我 我看看都不行 不就吃你顿饭吗 你赶紧说正事 南门队长烧啥口气了 把警警我看看 你看啥 我说你们八路怎么这么口啊 我姑娘都借你们武功的屎活了 我开个枪就不行 你把话说明白 借谁屎了 我们可连人影都没见着 是吧兄弟们 是啊 我姑娘给武中医带路去了 你把枪借我 我就告诉你武中医去哪了 这老爷子你真有意思 打仗的时候没你 打完仗出来要抢要炮的 给给给你说吧 我也想跟你们打小鬼了 这不来晚了吗 再说我再道了啊 我探听点消息 是不是这才搭给你玩了 说呀 南队长呢 找郎中去了 找郎中没有 那我哪知道啊 反正我姑娘领的去逛区了 你不知道你还没人家 玩玩弹枪你 这这 铁大堂家的 你把姑娘交给武中医 你放心哪 你什么意思啊 我没什么意思 吕修文 你再敢说哪那个武队长坏话 揍你啊 你刚才说探听到一些消息 什么消息 小鬼子在调动兵力 那我感觉好像是冲你们来的 这 这有啥稀奇的 小鬼子哪次不是冲他们来的 来 来了哪就打呗 你怎么怎么能吹啊 就你们几个来了还还还打 哪 哪们几个咋的吧 这些鬼子是不是哪们干的 那你看看这才几个鬼子 剩下全是伪军 日本大部队来了 你能打过啊 你有什么打算 我跟你们说了也没用 你们也说了不算 等武中医回来 让他到寨子找我 你什么意思啊 我怎么说话就不算数了 你说话当然不算数了 武中医有什么了不起的 我这么说啊 放大部队 一天之内发生了两起袭击事件 八路是越来越嚣张了 齐德君 是 你说说 这是不是我们前段时间 对八路的扫荡他们进行的报复 阁下息怒 这只是巴鲁偷偷摸摸的 小规模袭击 成不了什么气候的 小规模 这两起事件 我却是全军覆没 而巴鲁连一具尸体都没有留下 这一定是他们的大部队 来报复了 阁下 正是因为巴鲁没有伤亡 属下才推断 这是小规模的袭击 目前美国和英国 在作战部队中招募精兵 组成小规模的突击部队 潜伏到底后 进行破坏和暗杀活动 他们管这种部队叫做特种兵 属下认为 巴鲁正是属于这种精兵政策 潜伏到我方 展开破坏活动的 巴鲁搞什么特种兵 前代军你也知道 巴鲁的战斗力根本就是不强 他们所谓的精兵 就是比一般的士兵 稍微强一点而已 谈不上什么破坏力 阁下 属下一直觉得 有一股很强的巴鲁军小队 在与我们作队 秦内军 你多虑了 巴鲁军是很狡猾 但是他们战斗力强 谈不上 我们大日本帝国 推崇武士道精神 我们身为军人 你应该知道 真正的精兵 是需要大量的训练 和精良的装备 巴鲁不具备这些条件 个人的吴勇在现代的战争中 只是个笑话而已 国下 根据属下的经验 上一次和我作战的那小队八路军 那个领头的非常善于使用计谋 看起来这是紧接在根据地外围的尖兵 不过属下怀疑 他们的身份 还是很可疑的 在强大的实力面前 任何的阴谋诡计 都是无效的 好了 秦内军 你我 不必再讨论这些了 我们还是来研究一下 如何应对八路军的破坏吧 我们已经派出部队进行搜索 一旦发现八路军 将进行全面的反击 可下 属下青秋 由我率领部队对八路进行反击 好 秦内军 就由你带队 把这军在我们粮仓里 到处乱窜的老鼠给歼灭掉 只有这样 我们才能尽快攻击他们的根据地 时间长了 他们在根据地占我了脚跟 这后果 你明白吗 是 属下明白 这些日子 我们就住在这个姓田的地主家里 这个地主不是什么好人 不过他胆子小 被我吓唬了一回以后 倒也不敢乱来 走吧 哎呀 大家好 我 我 我先进去对不对 行啊 我只好想的是 那么长时间都没有见到大家了 我先进去 吓他吗 你听着啊 不许趁机找吕秀文的麻烦 他都打了我那么多会了 我都不能出发钱 不行 武功队不许打击报复 你们俩的事过去了 以后大家都是兄弟 啊 你还真的是天面无私哦 他都那么惩罚你了 你还不报复他 就他这个养分 还是兄弟哦 小四川你听着啊 那是我和他之间的事 不许挑拨离间 不许瞎讲话 那对心对心对心 那都不搭了不搭了 反正在我有一天了 我把早餐的鬼子里毁气 你接着说 我 我啥都没送 没事了 走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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呗 按说你 反响刀跪招煞来这是啊 你来得正好 有没有吃的 大家伙都饿了 给整点好吃好喝的 啥 好吃好喝的 这念头 量食都快短短了 还好吃好喝的 香得没有 你个老汉奸 你说的这叫人话呀 老子刚打完一场胜仗 你靠老伟运顿怎么了 我发现你这个人一点觉悟都没有 觉悟 挨个小小老百姓要啥觉悟呀 要说觉悟 你们八路军不是说不拿群众一针一线吗 按看你倒是没有觉悟 你个老汉奸 词还一套一套的 个老汉奸 好喝 趙 我 宝贯 队长 队长回来了 队长回来了 宝贯 这几位都是我们自己人 你带着大家找个地方好好休息 是 来 郎主 你跟我来 队长 你回来了 我把郎主带回来了 田姑娘 随便坐啊 照顾一下 好 我小四村又回来了 你不会让我走 小四村 你个混蛋 你走也就完了 还把那么救命的药星打跑呢 你等一会儿 我现在都回来了 也是结果实义生哪 你能够见到我已经非常不错了 不过你放心 这次我回来了 我已经不真了 真的 你小子 难以为你被埋在死人堆底下了 这辈子都见不着老娘了呢 没想到啊 郎主带回来了 不队长 不队长 你个兔崽子 不队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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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快讲过 不队长 不队长 你个兔崽子 不队长 你个兔崽子 你个兔崽子 不队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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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他当逃兵 把我们国军的脸都丢光了 今天非揍死他不可欧可 那 那不是逃兵 那是逃兵啊 我九死亦才能回来 你捡到我就非常不容易了 什么乱七八糟的 你个狗认的什么德行派 不知道吗 九死一生 老子这几天才九死一生呢 吴忠义 你让开 你怎么回事 一见面就动手 吴忠义 你们八路军有规矩 我们国军也有规矩 再一再二 不能再三再四 小四川 你自己说 当逃兵怎么出职 李修文 你别忘了 魏三虎是谁成的 你三番五次想要我的命 要立规矩 第一个就应该规矩你 九死 你敢把你头脚强毙 我 我 我 快点 我 我的 你别说话 吴大乖 到 怎么回事 怎么把他放了 队长 你们走了以后 这儿来了几个鬼子 吴修文从他们那儿 打听出一些消息 这段时间 鬼子一直带着伪军 是一个村一个村的 清查八路军 其实就是暗村杀人 他还从那儿打听出来说 马上就要带人来清查 田家村 这吴修文带着南漫 在路上打了鬼子一个伏击 这仗打得不弄 虽然有几个兄弟挂彩了 但都伤得不重 功是功过是过 老少爷 你见不着我就是个英雄 一见着我 你就是头发了疯的狗熊 我五中意不怕你打我黑枪 但是我怕你影响我的任务 我怕你害死我的兄弟 头大葵你听着 以后我不在的时候 可以让他自由活动 因为那个时候他是冷静的 只要我在 为了整个队伍的安危 怎么的 有种弊了老子 把他给我绑起来 又绑 队长 那是绑松点还是紧点 比绑敌人松点 比绑牲口 紧点 是 我找绳子去啊 五中意 你真不是个东西 要杀要寡随你 就是别折磨老子 李修文你听着 你要是能对牺牲的战友 再厉一遍事业 我可以暂时不帮你 重复一遍你对烈士们的事业 用不着我再提醒你 我吕秀文发誓 鬼子不破 家仇不报 杀刺军旅向前行 熊熊烈火已到地 铁的心肠 龙刀四枪 无人能阻挡 掌生起昨日的惆怅 盛起昨日的惆怅 穿上忠心的军装 往向远方 战火困堂 绝不难退让 一生风生火 铁狂风的老 胜利是为了一方向 无前方 有多少风浪 不灭我的信仰 无前方 有多少风亡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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生遍遍遍故乡 来个拆浪大声哨 当年权铁 环奥斗远 赵家园奉献 一生风霜黄铁光奔的狼 胜利是无畏逼方向 无辜前方有多少风浪 不变我的信仰 南少的故乡 依然如此张望 爱如何抵抗 藏了希望 让我站起谈 奉献我的爱 只要我生命奔放 不甘留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